在这一边我们看立体学 他要我们解下这个方程式 呃 这一个部分呢 他是有分数的 OK 就有分数了 我们第1个动作呢 先 乘 分母的 LCM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OK LCM是什么东西呢 LCM是List Common Multiple OK 第一个 一样 的倍数 OK 这就是LCM 有一些同学他不懂什么是LCM 他是懂那个 GSTK这样 OK 然后公倍数 但是我就讲 哎呀第1个一样的倍数 那就是LCM OK 如果他有两个的话 你看啊 在这一边 这一题呢 他的分母是 3 OK好 这一题呢 他其实有两种做法 然后 我自己本身 喜欢的做法呢 就是 像我讲的 成分母的LCM 你这个乘3 每一个都乘3 每一个都乘3 3 3月 然后他变成 2X加6 38 等于30 所以我的2X 等于30 就是减18 等于12 然后我的X 会是等于12 除2 然后我就会有 X等于6 这样 然后 这一边呢 他的另一种做法是 左边整个乘3 右边整个乘3 然后再这样跟他乘进去 我觉得 这个动作 可以用这个动作来取代 我比较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所以他跟我做的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他的写法 可能是因为在课本里面他要这样写会比较清楚 然后 这个呢他是先把号码搬去一边 然后之后再来把3乘过去 2除下来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基本上是比较喜欢 第3个方法 这个是第1个 这个是第2个 然后这是第3个 我自己本身 喜欢第3个方法 为什么我喜欢第3个方法呢 因为 当我们来到这一种比较复杂的题目的时候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分母有什么 分母有3 6 跟4 所以我的lcm 3 4 跟6 是12 3 3 6 9 12 4 8 12 6 2 12 12 12 所以他lcm 是12 我知道他的lcm是12的时候 每一个都乘12 记得是每一个都乘12啊 他有没有分数你都要乘12 所以这个 313 432 616 622 414 432 所以他变成4x-12 等于10x-9 然后当你这样乘的时候呢你就会变成 之前的那个基础的提形了 之前的那种基础的提形的时候就左边有x 右边有x 右边有x 然后10x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把小的帮过来 这样 所以他就变成-12加9 等于10x-4x 然后他就变成6x 然后-3 然后-3除6 等于x 然后就-102 等于x 所以我的x 等于-102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他是把x翻过来 号码翻过去 也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可是我自己本身呢不喜欢因为他 这一边会除减3 在这一刻除减3没有问题 可是在 iniquality 下一刻第7刻 你除减3的时候呢 你就要很小心 因为乘除negative的时候 他的分母 他的那个方向要换 OK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先 让你们养成一个习惯 让你的那个coefficient of x 是positive OK 他x的前面的号码是positive 这样你到了下一刻的时候 你养成这样的习惯 下一刻的时候你也这样做 会比较容易 接着我们来看随堂练习5 他这一边分母是7 所以我乘7 乘7 乘7 然后我的7 7月 然后他变成2a加 3721 等于7535 然后 我加帮过来变成减 所以我的2a呢 会是等于35 减21 然后就14 所以我的2a等于14 我的a就会是 那个14 除以2 然后我的a就会变成7 第1个 第1个 我知道lcm 2跟3呢 是6 所以我乘6 乘6 乘6 再乘6 然后 我乘6之后 122 326 313 326 所以他就会变成 3x加 2x 等于6x 减18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3x跟6x呢 6x比较大 所以我把我的3x搬过来 然后号码搬过去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 OK 这个也是2x 这个加上来是5 所以这个2x也要搬过来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我想 说的是 他其实这一题呢 他有两种做法 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OK 好 等下我这边看一下 到这一边的时候我们有两种 做法 OK 那两种做法是怎样的呢 一种做法呢 就是 我心里想 我自己 在这一边我的心里想 2x加 3x 它是5x 等于6x 减18 我知道这一边是比较 小 这个比较大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是把它做出来 我先跟它合上来的时候 我再跟它做出来 我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 -18搬过来 变成加18 然后6x-5x 然后他就会有x 然后18 等于x x等于18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在这一边 我心里想 3x加2x是5x 然后这个是6x 6x比5x大 我就直接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呢 我这一边就会变成 18 等于6x-3x-2x 然后我们就有18等于x 然后我的x等于18 这样做比这样快一个步骤 然后只是这样做呢 他会比较清楚 你先把这个加上来 然后你再来搬 OK 他就多一个步骤了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分母的LCM是5跟10 是10 OK 这个LCM呢 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有用过的 如果有5分之1加10分之1等于什么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我变成10 为什么变成10呢 因为 10是他们的LCM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就会变成10分之3了 我们小学的时候呢 把分母变一样 是变他LCM 然后上了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乘10 乘10 乘10 然后155 2510 1010月就没有了 然后他变成9A加70等于4288A 然后我把这一个 呃 这一边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的9A跟8A 我的9A比较大 所以我把8A翻过来号码翻过去 所以他就变成9A- 8A 等于negative70 所有的A等于negative70 就是这样 OK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立题11 立题11呢 比起刚才的那一种 呃 题目呢 他是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当我这一个 他 这左边跟右边都 一刻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想 第一种方式呢 是交叉成 他是一个一个的时候你就交叉成 我们 呃 左右都是一个的时候可以直接交叉成 左右 都 只有 只有 一个 一个 Term 可以 交叉 成 OK 左边一个Term 右边一个Term 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交叉成 所谓的交叉成就是我把我的分母 踢上去 7挂虎 X加1 3 放上去 3挂虎 2X-3 然后接着他就这一边开挂虎 然后 在这一边呢 另一种思考方式呢 就像我之前讲的 那个分母的LCM LCM 3跟7 是21 所以我左边乘21 右边也乘21 然后远 313 37 21 717 73 21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 7挂虎 那个 X加1 加3挂虎 2X-3 不是加 它是等于 然后他就会等于 3挂虎 2X-3 然后接着我这个沉进来 沉进来 所以他变成7X加7 等于6X-9 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他就变成 7X-6X 等于-9-7 然后我X等于 16 这样 然后接着 在这一边的时候 B的这一个 他 不是一个Terms的时候 OK 你看 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其中一边 其中 一边 这一边 两个 或 以上 的Term 属成 Term 的 LCM OK 像 那一提的时候呢 他左边有两个Term 右边有一个Term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交叉成了 OK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称分母的LCM 你看分母的LCM是什么呢 分母的LCM是15 我知道LCM for 3跟5 是15 所以我这一边也乘15 我这一个 313 3515 515 3515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 5挂弧 X加2 减 32 2乘3 6 挂弧 X-2 等于1 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乘进去 这一边乘进去 OK 5挂弧 X加2 他会变成 5X加 10 5乘X 5X 5乘2 10 - 6 X 加 12 -6乘X -6X -6乘-2 加12 等于1 然后我先处理掉 左边的先 他会变成 -X加22 等于1 然后 这一边我 这一个 这一个也要乘15 忘记了这边乘1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我的这个扳过来 这个扳过去 所以他就变成22-15 等于X 然后22-15的话 他拿到的是7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7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他其实有很多种处理方式 他的很多种处理方式就是说 有些学生他 呃 这一个他 呃 不会处理 这一边的这一个 我是心里想你把它 撑掉那些 又更麻烦了 你还是要学会 图理的 我是觉得 在这一边呢 说 你这个月了之后 你在 沉浸化乎之前 你的这一个 2跟3要撑上来 他就会变成 -6 然后我们 这一边呢 你要知道 这个5乘x 5x 5乘2 会是神 我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说平时我们有一个东西是5 乘2加3的时候 没有啦 或者是 我有这一个5乘3加4的时候 就会变成5乘1 然后他变成35 我的5乘3加4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乘 乘 他5乘3 15 50 20 所以他变成35 这样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的 之前的基础 你要打好 因为之前的基础有问题的时候呢 来到这一边就会有问题 好 来 来 接着呢我们来看 随堂练习 6 首先 第一题他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交叉成就可以了 因为他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交叉成 所以他变成5 5挂幅x-4 等于7挂幅x加2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这样乘进去 乘进去 所以他会变成5x-20 等于7x加14 然后这一边呢我们的5x跟7x呢 就7x比较大了 所以我把5x帮过来号码帮过去 所以他会变成-20-14 4等于7x 等于7x-5x 然后他就有2x 等于-34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有 negative 34除2 等于x 然后 我的这一个的答案呢 就会是等于 negative 17 等于x 所以x等于 negative 17 然后接着旁边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就心里想lcm4 那个 什么lcm4 3跟4 是12 所以左边乘12 右边乘12 全部乘12 这个号码也要乘12 OK很多学生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忘记乘12 刚刚我在做 那个练习的时候 我也不小心 没有写到那个12 所以 432 3 42 然后我2乘48 他会变成8挂弧Y-1 减3 你这个减要写哦 3 挂弧Y加5 等于6乘12 72 622 616 72 然后我再把这个乘进去 这个乘进去 所以他变成8Y-8 减3Y-15 等于72 8乘Y 8Y 8乘1 减8 减3乘Y 减3Y 减3乘5 减15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先处理掉它 8Y减3Y 他剩下的是5Y 减23 等于72 所以我的5Y等于72加23 然后他变成95 这个是我的5Y 所以我的Y呢 接下来的就可以找到Y等于95除5 95除5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155 9545 所以他答案是19 这样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我只能去重新 verdade 我只能去重新